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事件》 浩德,變成嘉賓主持 因為我們今日有一個非常重量級的嘉賓 就是阿達,王騰達,來自Race Capital 阿達是Race Capital的科技基金基金經理 大家在網上的節目,都聽到很多阿達的評論 施生,我們不如邀請阿達,一起談談 阿達,在我認識的基金之中,都屬於年輕人 現在應該是二十多 幾年前就二十多 基金經理界別當中,都算是年輕人為 他對科技股的熟悉,家人都是做相關的生意 所以訊息比較敏感 得到訊息的渠道亦比較多 所以我們很高興請到他,一起做節目 不如一開始,我問兩個家庭觀眾比較關心的問題 近期大家,無論是各方面都聽到 很多關於全球芯片短缺的情況 甚至美國政府都要解決一下 你可否跟大家解釋一下 全球芯片短缺的情況,究竟具體是怎樣 未來會有甚麼變化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其實現在這個芯片產能上的短缺 其實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以前 大家對這個擴產比較小心 因為動力就要幾億美元去擴產 如果你對未來訂燈的掌握度不夠高 其實你需要用很多時間才能回到本 所以過去可能只看到 一些芯片的龍頭,台積電 或者是中國的公司 中心國際擴產上比較積極 其他比較二、三線的公司都比較保守 第二就是 現在有很多新的應用 新的技術 例如5G 數據中心 AI,甚至以後的電動車 他們對這個半導體需求都很大 量的成長是很明顯的 所以就會看到 突然之間 你那個供應跟不上 跟著需求 很強 因為5G的手機 數據中心 大家 全部人都 工作 from home 所以那個數據量的 容量很大 所以數據中心的upgrade是很明顯的 第三就是 中國和美國的 政治角力 還有很多制裁出現了 所以導致中國公司 他們比較怕被制裁 所以如果可以的情況 他們都希望儲多些 儲多些傳貨 所以這個就是 為何過去去年開始到現在 這個芯片短缺的問題都一直解決不了 我聽到一個情況 以前就叫做just in time 就是傳貨的準備周期 將風險減低 現在最新像阿達你所說 其實就是just in case 即是擔心 買買下遲些 是否不能買 所以這件事很難 短時間之外解決 首先你擴產 都要有一個周期 可能幾個月 最短都要 長些 可能兩三年 第二就是 始終現在的需求是強的 例如我們 因為這個疫情的情況下 這些工作從家的需求 就是電腦 Tablet 電視 接著現在5G手機 電動車 數據中心 這些需求全部都是 多方面 以及都很強 所以可能今年 在這個需求和這個 原材短缺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硬件股 仍是會有一個比較好的上升空間 施生 對於這個芯片短缺 你會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呢 這類型的公司 它是需要作很大的投資 不是說 牛仔褲好賣 立即去增產 可能兩個星期 已經可以做到出來 這些 法國不夠 好像地產 有排都未剩到出來 所以 一旦短缺 即使全力去做 都可能 我對芯片不熟悉 我相信都要大半年到 年多才可以 是以年去計 好像台積電剛才提及 即使未來三年 未來三年 是會花大約一千億美金 去擴產 每年至少花三百零億美金 三百多億美金 三百多億美金 現在 生產的難度越來越高 所以 你可能 擴產的量比以前 每一千片的產能 價錢是貴很多 所以 你沒有實力 你沒有 現金 基本上 不要說擴產 這件事 很難 好多硬件需求 增加 學生不能上學 在家上課 他們也有電腦 或者以前的電腦不夠 升級也無所謂 算了 打下機 現在 很多都是用最新的 家長會重視 要買新的電腦 給他 我自己也是這樣 我自己的小朋友 去年疫情的時間 只要用iPad 頂住 發覺長期都要上課 就要買 Microsoft Surface Pro 頂一頂 因為若一用 大家的要求 同以往 就不同了 不如我問問 大一個直接的問題 你會覺得 這個芯片的問題 先說 可能已經比較長時間 都會維持 你判斷 至少可以維持多久 相關的股價 是否在這段時間 都會比較硬 如果看整個半導體行業 應該是一個 是一個長期的 結構性成長的行業 如果你看台積店的 比的指引 未來五年 他很有信心 就是每年成長10-15% 的收入 基本上已經證明了 他對整個行業 相當樂觀 成長力 能見度非常高 但是 科技硬件 本身的本質 都是一個比較波動 比較 有周期性的行業 所以他絕對是一個 會震盪 但會向上的行業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 比較多 利好的消息出現了 但是這個 這個 up cycle 可能就是 我們是慢慢接近 那個peak cycle 所以我們 現在是要小心點去 去減股 雖然 那個行業的 正面利好因素 仍然有很多 在這裏 但是 不是 直接股票 都可以 一直 sustain 到未來兩三年 這個 升幅 因為這些消息 都已經 市場上已經知識了 可能在價錢 已經反映了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這個加價 這件事 可能是由去年 下半年開始 到現在 可能去到今年下半年 可能 有機會會停一停 但是 如果你放長線一點 去看 可能只不過是 長線 長線上升周期 變成一個比較小的波幅 有哪些公司 你覺得值得留意一下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當然是台積電 因為它現在 無論它的技術能力 或者產能上的規劃 它都是全球第一 它現在比 Intel 更加勁 所以 它現在 很多客戶 例如AMD Media 已經超越了 Intel Intel 現在都要加把勁 他們打算追回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 是一個可以長線投資的公司 而且它的估值也不算貴 相比它未來五年的成長 另外我有一個問題 之前有很多說法 大陸的芯片 其實水平和國際 差一大結 當時美國一制約 很多公司 都可能 有人被迫要半停頓 沒有了外國的芯片供應 現在這種情況有沒有改變 美國是否還可以捏住喉嚨 為何又不捏死它 其實是要分開看的 如果你是做一些比較成熟的事 其實 中國大陸其實 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是做一些高端的事 例如 14奈米或以下 當然 中國要再追趕台灣 或者美國 加把勁 所以在這邊 他們做得比較辛苦 與此同時 美國主要 想著 制約中國 都是一些比較高端製造的 機器 甚至是 IP 技術 所以 高端那邊的發展 是比較難 但是因為現在的市場很大 如果你只是 集中在做 中低端 比較 Mass market 的產品 其實是完全沒有問題 成長空間也很大 所以 看這個行業 就要分開高端和中低端 去看 盡量避開 一些比較高端 或者是比較敏感的技術 的公司 盡量避免 但是 成熟市場 中國要做 完全沒有問題 成長空間也很大 最近有一個 拜登上場之後 大家就希望 中美關係 就好一點 其中一個大家都有留意的新聞 例如 中芯國際 之前 所有的 設備或者零件 生產的工序上 需要的一些比較關鍵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在外面 進入 近期 目錄 都會有少許改善 阿達,你覺得 具體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那個進代是怎樣 會不會 對於我們中國相關的 芯片企業 都是一個 由之前比較艱難的日子 慢慢會比較好一點 我知道 短線上來看 短期來看 是OK的 有些鬆綁 但你再 攤長一點的東西看 美國未必就這樣收手 它有機會再進一步去整理 再看到時 整個政治環境是怎樣 當然,現在來看 中芯國際 最高端的 光刻機可能買不到 但是 不要緊 我以為它現在的確鑽在一些比較成熟的製程 所以它可能現在轉了策略 不再好像以前一樣 一直衝刺 最高端的製造 慢慢擴大 中低端的應用 客戶 甚至產能 我覺得 市佔率很低 可能只有幾個百分比 其實 它只做中低端 已經有時間會做 我覺得這件事 亦都可以應用在大部分中國的半導體公司 不需要做到 最高端 其實 你先應付好 中低端打好多基礎 之後才慢慢衝刺 高端 其實未來幾年的成長空間 仍然很大 這樣做法 對它自己公司的業績 可能有好處 但是 跟中美角力 要不讓別人 捏住 未必有好處 等於你說 高端那些 不要去搞它自己 做回Mass Market 賺錢 會不會整體國家不想這樣做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 這是基礎去打好 你不只做電動車 你不做柴油車 只要做電動車 其實 可能你做半導體比較難 實現 要按部就班 要按部就班 打好基礎 然後 人員 或者技術儲備 要慢慢 逐級做好它 你才可以 整條產業鏈做好它 否則 你能夠搞定生產 但你那些 機器 你那些IP 你那些全部都 微微可以的話 基本上你都是 你缺一分 你都做不到 做不好整個產業鏈 所以它應該 現在就要花多一點時間 打好基礎 從這個角度 買台灣的半導體 比起買中國大陸的半導體更加好 在政治和產業的發展限制下 最好當然就是買美國 因為它主動權在它那裏 我覺得每個市場都有自己的機會 就好像在中國大陸 其實 你只要不觸碰 你只要不觸碰這個 設備 或者是 半導體生產這邊的話 你只要在設計那邊 其實有很多設計公司 都是 未來幾年成進力都很強 在台灣當然是 它的製造力是最強的 但它亦都 因為政治壓力低下 它都要去美國建很多廠 未來幾年都要 要加大個投資 美國就是 除了生產之外 基本上它都是 最強的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是 每個市場可以買到 不同的公司 每一個市場就是 負責它自己一份 市場 市場 我不太熟悉 我剛才聽你說有些是負責設計 有些是負責製造 設計那些是做什麼的 其實你是設計了芯片之後 才將這東西拿去生產商 現在 比較少一個國家 一條龍由頭做到 什麼都能夠做 以前都是採取一個比較分工 的合作關係 美國就是負責IP 設計 設計 設備 然後台灣就是負責生產 現在 中國大陸就希望 完善產業鏈 希望做好一條龍 一條龍 做好它 就要浪費時間去製造 它的藥點在設計上 還是在製造上 其實它 是 後進者比較新的 基本上它每一刻都 要發力 才追到 歐美或者台灣的同業 但是我知道 阿達達最近在其他節目中 提到你 台灣和 大陸你自己投資 台灣你說過 你自己喜歡 台積電 不如你也在這裏說一次 也有投一個A股 應該是 韋爾 不如你跟我們股壇斯的觀眾 說一說 剛才說完你都覺得 國內的 半導體其實要發力去追上 但你也有投資 為什麼你會看好 韋爾是一間芯片設計公司 它就是製造鏡頭裏面的影像處理芯片 Image Sensor 其實它跟 香港上市的信義光學類似 它是上游,信義光學是下游 信義光學做一個鏡頭模組 就問韋爾股份買這個芯片 所以這兩間公司 其實它未來受到的 行業的一個趨勢是一樣 即是手機 或者其他中端 越來越多鏡頭 然後你可能以後電動車 十幾隻鏡頭等等 這些就是 一個行業 行業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趨勢 當然它比起信義光學 是因為它的成績更加快 它可能每年維持四成 這個成績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首先它的市佔率仍是低的 可能十幾個巴仙 它主要都是跟Sony或者三星競爭 其實 其他就沒有什麼競爭對手 所以它是比較容易 由低做起 慢慢去搶 前面的人的市佔率 所以大陸的手機公司 或者大陸的 電動車品牌 其實他們找惠意股份合作 其實是 非常之合理的 所以我們過去看到 過去這幾年 看到惠意股份 其實它的 盈利的增長是很快的 因為 中國是希望盡量減少外國入口的芯片 惠意股份是其中一個比較優質的當地的芯片設計公司 所以它受到的 受到的喜愛 是挺多的 但你可怕有再次被制裁的風險 上星期美國的商務部加了一些 超級運算的7間公司去制裁名單 你投資國內公司的時間 如何去衡量這些風險 應該說 因為惠意股份做的芯片 不是很敏感的東西 即它不是做CPU 不是GPU 不是做Memory 首先它選擇的行期 已經選擇得對 它選擇這個 即市場大幅不是很大 然後不是一個 最必須的芯片 所以其實 你整理它是沒有意思的 第二就是它要用的這個製程其實是不需要用到非常之高端的 所以 好像現在 即好像中芯國際 其實它 現有的產能是可以幫 替惠意股份做到它的芯片 現在的惠意股份它亦都分散它的供應商的 它也有找台灣的芯片製造公司幫它製造 有找中國大陸的芯片製造公司幫它製造 所以它其實希望 分散它的風險 亦都不需要用到很高端的製程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還好 這個風險上是 低於直接中芯國際或華雄本土體 其實阿施先生說 除了硬件科技股 軟件科技股 我們都可以談一談 因為大家這段時間 所謂軟件科技股的調整比較大 阿施先生 你有沒有特別的看法 可以跟觀眾分享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因為現在 加息周期 都慢慢走過來 所以流動性方面 沒有以前那麼有利 當然這些新經濟的行業 或者這個 這個生意模式 還未是很成熟的公司 它當然它未來受估值 下跌的風險是比較大 還有現在 好像中國大陸 其實已經開始有這個規管出現了 可能你的平台經濟 可能沒有以前 那麼壟斷 其實可能 未來的競爭會越來越多 其實對他們 可能他們未來的生意 他們生意模式上 衝擊比較大 所以其實可能 估值上 或者是盈利上 的不確定性 都有在 所以對我來說 可能我相比 但我會比較喜歡 硬件股 多一些 至少他們 這個政治風險 不是大部分公司都有 你只要避開一些 比較敏感的 的板塊 其實要在裏面 找到一些優質的股票 來買 其實都是 OK的 反而我又想 了解一下你對 新科技 因為在 過去一段時間 私基金在這方面 都 落重著 現在 其實 升了那麼多之後 最近 這類型的股票 調整起來 都比較 幅度大 你是 想著 怎樣去 處理過去 在這方面 現在仍然是重磅 我們也有兩種調整 不過 如果大家看看過去兩個月 比較明顯 由月份開始 債息因為升 所以 無論你 香港也好 大陸也好 美國也好 都出現 新經濟的股票 所謂 revaluation reset 股值下降 是比較明顯 不過 如果去到今天 你見到 第一 美國的債息 其實已經經歷了 二、三月份 比較豐勇的上升 之後 平伏下來 所以你見到 美股的科技股 其實已經 開始 爬上去 大家見到 可能納指 已經緊隨著 S&P 和Dial Jones 去回新高 不過這段時間 另一個 對於港股 A股 科技股相關 比較大的群 整體中國股票 這段時間 大家都是比較審慎 可能憑在案的信用債情況有影響 我自己相信 這段時間 大家會比較保守一些 除了股值問題 現在大家更擔心 其實就快些反壟斷的情況 因為剛剛 阿里巴巴也罰款 當然 大家市場有所預期 所以 即使罰了一個好天價 罰了去百多億 亦好 其實股價 你見到 其實反而已經開始見底 我希望 這些新經濟股 其實很多 本身的企業競爭力 仍然有 經過股值調整後 可能會更加健康 因為始終 資金的 轉移 經常都會出現 今次事實上比較深 但我覺得 假設整體 中國股票的 航程 好一點 可能對他們 才會有 比較大的突破 因為這段時間 美國的科技股 和中國的科技股 其實走勢 都幾 不同 那邊已經開始 發力爬上去 但是 中國大陸 港股 或者 所謂中概股 暫時 大家仍然比較看得淡一點 最後我知道 時間不多 不過我都要問到 反壟斷 大家都要問一個問題 阿里巴巴被人罰 翌日 500同城的老闆 在網上 開口叫 要罰貝殼走房 大家就很擔心 貝殼會不會被罰 大家就一定要問 施老闆對這件事 詩勒先生有否特別的看法 時間不多 可能兩分鐘 不過大家也希望 看看詩先生關於這件事 我自己認為 都會有機會 因為貝殼上場之後 很多其他 行內的公司 都受到很多壓力 因為 他 拿了很多錢 他未在美國上市 互聯網公司 互聯網公司競爭的其中一種手段 拼命燒錢 他以前有做類似的事 即是 不計成本 去戰領市場 之前 貝殼、鏈家 有一個時期出現 有些 做P2P的生意 金融生意出了市 行內 很多人 在網上去煮米 去攻擊 一間大的公司 成長過程中 都踩死了很多隔離左右的小公司 所以 我相信 去刀背部的人 會不少 而 我相信內地 既然 在阿里巴巴開了波之後 沒有理由 只做阿里巴巴不做其他 所以 是否被罰 不知道 會被邀請 去問話 或是 要自查 要自己 採取一些行動 去證明 政府 不認同的事情 我相信 一定需要這樣做 他聰明的 早點自己做 將二選一 都改了 現在 他們好像不太容易 二選一 他們是靠大 別人 不能跟他相比 明白 所以 在房地產中介上 反撩短 風險也是有 有的 今集時間 差不多 多謝阿達 上來跟我們分享了 很多關於 硬件科技股 的走勢 如果各位觀眾想 聽多些私基金資料 或資訊節目 歡迎到以下的網址 我們下集再見